警方晚间骑车巡逻 发现微停车辆上前盘查 驾驶配合提供身份证字号 这一查不得了 驾驶涉及多起案件 是诈欺通气犯 警方当街将人上铐 带回派出所内调查 日前台中警方在 雾峰一间汽车旅馆前面 巡逻查获一名通气犯 将人带回所内的同时 这名通气犯 请担任志愿意识官的好友 帮忙送来外套 没想到警方进一步搜查 找出了一颗步枪的训练弹 这下来探望好友的软性男子 也遭到警方逮捕 本署两三次旅软性中士 昨日休假期间 与友人外出时 遭警方拦检查获 违法攜带5.56公里步枪弹 针对此事军方回应 是这位软性士官 诉假期间的行为 将会配合调查后 进一步陈处 尽管软性士官 工程师不小心遗落 才会跟着外套一起 带出军营外 但依旧是违法的行为 原本好友送外套的 暖心情节只想变调 好友成了嫌犯之一 一起被移送法办 TVBS新闻 陈其军料反应台中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